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于110年启动 一海洋分百年工会堂人物影像民族制计划 今年迈入第四年 以保存北台湾九县市资深艺术家创作精神与生活轨迹为目标 目前已记录27位艺术家资料 这次公布的纪录片是书画家郭承桥 水墨画家刘靖之及由画家黄庆松三位在竹苗地区的资深优秀艺术家 他们其实都已经快要90岁80几岁了 这段时间他在这个区域当中非常静静业业很努力的从事他的教学创作 甚至就像一座灯塔一样 然后照亮了我们这个区域的很多的学址 很多的重要的发展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文化资产 出席来宾对一海洋分计划的持续进行 与对文化艺术环境的良善激励均表达肯定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擅长的领域 也在他的人生经验里面不断的去学习创作 其实在最艰困的环境里面 都一直在精进自己的这个学习 那我想这些过去的人生经验 都可以提供给现今的学子 一些这个做参考做体验 我们的采取的对象 采取的艺术家是年龄逾80岁 所以在一个意义来说 就是艺术家创作成就的被肯定 这个前辈的艺术家被肯定被表扬 这个会激励我们后进者 持续的努力创作 新竹就称竹茜 是当时北台湾文化最早发展的城市 而苗栗在鲜明艰困开垦过程中 仍然重视教育与文化传承 同为北台湾文风鼎盛 人才辈出的地方 早年新竹有叫书画草枯的美名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氛围 所以你看有我们凡香斌老师 有刘靖子老师 也有我们郭承桥老师 这么优秀的艺术家在这边 那真的再次的感谢理学馆 在这样的空间氛围里 举办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把新竹带立了一个 一个文风溃缀的一个历史 再次的一个展现出来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去年底台刚在我们文化局 帮黄庆松老师办理了酒师 回顾展 然后当天开幕的现场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就是文化观光局的一楼展厅 塞满了就是前来祝贺的 黄庆松老师的学生 跟他曾经所有照顾过的人 那老师其实非常的大方 他现场就有宣布说 如果有人买画的话 他要把所有的所得 捐赠给苗栗在地的慈善机构 李梁老师呢 他的这个全人美丽的这个价值呢 他会让你觉得 很多时候是感恩跟福分 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呢 可以展现出天人合一 而且他用的颜色 他一点都不会很花俏 那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呢 会让你觉得 他有那种沉稳 优雅 还有一个很好的 日本美学的一个涵养 此次发表的三位艺术家 书画家郭成桥虽不善读书 却苦修情习 成为书、画、硬其辈的名家 水墨画家流进之部位艰辛 竹梦踏实 蕴含着深厚的创作功力 由画家黄庆松退休后游历世界 再造创作生涯高峰 透过采访 他们也表达了各自的感谢 好像特别对女性 尤其是年纪大的 好像拍这些照片呢 当然对我来讲是没什么 但是好像对一般人来讲 还是有激励的一个作用 很满意 但是太辛苦你们了 太辛苦你们了 谢谢啊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 这个场面的这个机会 我做梦真的是 我都没有想到 对于这个 讲一句说 对于这个老人家 好像有一点 特别尊重这个老人家 传承涓涓艺术琴 三位艺术家充分展示了 艺术与传承的博大精深 他们的故事纪录片 值得大家的观赏 以上是一文报报采访中心 在新竹采访报道 更多的一文新闻都在一文报报 请扫描QR Code 加入订阅开启小铃铛 欢迎您的分享点赞 给我们更多支持 我是AI主播云童 谢谢您的收看 一文报报 我们下次见